第七百一十五节 茫茫的沙漠与草原之间 一丛丛一片片灰绿色的草 在漫天的灰尘和沙朔中傲然挺立着 草尖上有的像火柴头般的红咕噜 有的已经开了花 一种白色的花 它叫狼独花 刺耳的风声里 在落日的余晖下 顽强的闪烁着耀眼的光泽 据说它是草原蜕变成沙漠的最后一道风景线 有人说它比狼还毒 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 但是人们也都知道 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看到了它 便看到了希望 知道它的后面就是生命和胜利 也只有它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顽强的生存 并齐齐般的开花结果 云叶不太喜欢狼独花 它更喜欢金鹿梅 同样都是在沙漠边缘生长的花朵 黄灿灿的金鹿梅就让人欢喜的多了 那日木骑着马在草垫子上飞奔 只要见到金鹿梅就会俯下身子去摘取 而这个时候它胯下的战马依然在飞奔 赢得了将士们雷鸣般的贺彩声 云叶不喜欢狼独花 旺财也不喜欢 它的嘴巴肿得厉害 口水不断的往下流 不断的拿蹄子将身下的一丛狼独花采的是稀烂 方才罢休 刚才他出于好奇 吃了一口狼独花的叶子 被云叶连忙给从嘴里掏了出来 还拿清水给他洗嘴 然后他的嘴巴就肿了起来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狼独花有大毒 在沙漠里走了半个月 将士们已是人困马伐 难得见到一片绿洲 云叶下令在这里休整三日 有些停留在这里休整的商队 见到大军习惯性的准备献上礼物 但是他们却连大营的门都进不来 云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兵带成兵游子 这片草垫子并不大 方圆不过三里 远古的时候 这里或许是一个大湖 如今干渴了 但是丰沛的地下水 依然滋润着这片绿洲 顽强的保持着这里的绿意 沙漠里行军异常的艰苦 中原的马匹并不是很熟悉这里 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地面呢 往往让战马 撕鸣着轰然倒地 宁愿身上被烫伤 也不愿意拿着带体铁的脚 接触滚烫的沙底 现在不过是四月底而已 云叶不敢想象 盛夏时期的沙漠 该是一副怎样的景象 山谷们带的都是骆驼 虽然行动迟缓 盛在稳妥 想要穿越沙漠 马匹并不是最合适的 大将军 咱们的马匹已经损伤了半场 这才走了一千里的道路 如果到达楼兰 说不定会损失一城的牲口啊 范红一看着士兵宰杀倒地的战马 非常的忧虑 现在明白 前汉年间 汉武帝征伐西域 为何要举全国之力了吧 好在我大唐的国力 千百倍的胜于前汉 否则 我们绝对没有这么轻松 我很不愿意看到一场战争 就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那样的话 这个国家未免过于脆弱了 魏清走过这条路 李广丽也走过 不过两个人走出了两种不同的效果 魏清大胜 全身而还 李广丽却带着三万前汉最精锐的军族 在这里厮杀 最后拼光了最后的一兵一卒 自己投降了匈奴 原因就是自己阴谋败露 皇帝杀了他全家 所以啊 老范 这片土地上 到处都是我族的阴魂所在 我们不敢丢脸 只能往前走 不能因为一点困难 就走回头路 说实话 也没有回头路好走啊 下官明白 此地距离楼兰 不过四百里路 大帅为何不一鼓作气 将他走完呢 士气一旦松懈 将士们就再也不敢走 这片死亡之海了 范红一嘴里叼着一根青草 他总是在担忧 一会儿担忧牲口 一会儿担忧补给 这一会儿呢 又开始担忧起士气来了 打一仗就好了 云叶笑着回答了范红一 只是眼睛里没有笑意 全是杀气 范红一一个翻身就站了起来 一字一句的问云叶 这里是无人的荒谬 却不知大帅 要和谁作战 怎么作战 云叶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函 递给了范红一 自己就迎着纳日木走了过去 此时的纳日木带着花环 人比花椒 嘻嘻哈哈的追逐着 不情愿多动腾的旺财奔跑 云叶一把拉住纳日木 牵着他的手 走到了翠绿的小山包上 背靠着背 小气一会儿 兄弟们 老子们终于捞到仗打了 范红一都要疯狂了 作为军人近十年没有打过仗 这让他情何以堪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 他觉得血气一个劲的 往脑门上涌 每年的四月 是西域驼队 往来大义和长安的最好的时节 这个时候 无数的强盗就会出现 还有许多会说吐蕃话的强盗 他们少则数百人 多则四五千人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只会留下遍地的尸骸 今年也一样 敌人节特意拜托 驼队给师父送来了 强盗准备攻击的地点和时间 黑风彻底的对自己的族人和祖先 失去了最后的爱意和敬意 他只想快快的把这十年过完 只要立下足够多的功勋 就能搬到关内去住 他打算在长安开一家酿酒的小店铺 专门酿到葡萄酿 安安生生的把这辈子过完 所以呢 他就将那伙吐蕃强盗每年到来的时间 和集结的地点都告诉了敌人节 往年那伙强盗的粮草 就是楼兰人提供的 今年那些强盗又派人来了 敌人节就让黑风继续给强盗提供消息和粮草 欣喜若狂的成楚墨 原本想把这股强盗一口吞掉 结果发现今年的强盗非常的反常 他们居然在集结 不管大股的强盗还是小股的强盗 准备抱团了 自己的三千人马实在是不够 只能向云叶传递消息 希望云叶能够在强盗出现的时候 感到若尔盖 消息的来源并不止一处 敌人节知道云叶也知道 他们不约而同的将功劳安在了黑风的头上 楼兰不远处的扇扇城里的那个 卖羊肉汤的汉子 被他们师徒同时 从这份功劳中抹去了 现在还不到那个人出现的时候 善善国早在北魏时代 就被大将万度龟所灭 如今只保留了这样一座善善城 荒原上的城池原本就是无主之物 有人居住才被称之为城 才被称之为国 无人居住也就变成了鬼域 由于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 这座大城在荒芜了百年女后 又开始有了人烟 并且人口越来越多 人一多就会出现一种东西 叫做英雄豪杰 这种东西从来都是伴随着人群而诞生的 圣食人为英 圣百人者为雄 立敌千人者为豪 立敌万人者为杰 所以这样的英雄豪杰们经过一阵厮杀之后 这座城池自然就有了主人 也有了城主 一切都和万度龟来到之前一模一样 善善城北门 有一家羊肉铺子 店铺的主人是一个汉家子 据说是经商失败 无言再回汉地 只能在善善城 开一家羊肉汤的铺子 聊以维持生计 店铺主人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而且为人很好 善于交朋友 也不知道是哪一年走了孕了 娶了一个男赵的爷女人 当了自己的老婆 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娃娃 她做的羊肉汤堪称一绝 城主大人每天要是不吃一碗羊肉汤 抓耳挠腮的就无法入睡 在城主大人的保护之下 这个铺子的生意一直都是最好的 姐娘啊 咱们的乌游草不多了 只要保证城主的肉汤里 加上这东西 别人的肉汤里就不要添加了 这是一个丧天良的办法 还是少用为妙 你去把肉汤里的松木棒捞出来 这锅汤就好了 饼子不要烤那么多 这几天没有什么商人过来 来吃饭的都是些要奢账的混混 一个清晰的年轻女子 答应一声就从锅里捞出了松木棒 小心的放好 这是自己买卖的秘密 羊肉汤比别人家的好 就是好在这根棒子上 留着短须的曲拙 麻利的从锅里咬出了一大勺的羊汤 将一些撕碎的羊肉 汇进了羊汤 等到翠绿的沙葱飘在羊汤上的时候 曲拙就从怀里取出了一颗绿豆大小的黑色丸子 丢进了羊汤里 揉一揉脸孔 带上笑容 将手里的石盒提着送到了外面一个妖艳的胡吉手中 一个银饼子拍在了曲拙的手上 胡吉娇笑着拿手指绕了一下曲拙的手心 扭着肥瘦的臀部离开了店铺 姐娘站在里家 看得清清楚楚 流的哼了一声 回到了里家 曲拙随手把银饼子抛进了头顶上挂着的藤栏里 开始在案板上揉面团 她的手法非常的娴熟 操持这一行 已经久的让她几乎忘记了自己 还是大唐国的七品官 很多时候曲折都在想 长安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最初的命令就是要自己收集西域各国的动向 如今自己收集的材料已经装满了三大口箱子 却没有人来取 直到六个月前 一个翩翩的贵公子来到了善善城 坐在自己的小店里喝了一碗羊汤 赴账的时候却是一块木牌 那一刻曲拙几乎要欣喜的大叫起来 还有人记得自己呀 那一夜她喝的大醉 抱着简娘说了无数遍 他们没有忘记我 他们需要我 简娘知道她心里苦 抱着她喃喃自语 听她哭泣 流着眼泪为自己的丈夫开心 我要在细微处发现真相 我要在黑暗里见到光明 投进了大海 我就是一滴水 进入了沙漠 我就是一粒沙 我无处不在 所以世界对我没有秘密 我无所不能 所以听到了风的声音 见到沙漠的暴虐 明白青草的异语 并且在最深的地域 触摸到了最光明的绳索 献给曲卓 曲卓的酒意很快就消散了 逝去了泪水 被沙漠的风沙 磨砺的有些粗糙的面容 迅速的恢复了冷静 大唐对西域的统治是不完整的 也是非常薄弱的 大唐的铁骑到处万人跪拜 铁骑走了之后 西域依然是胡人的天下 在这里酝酿着无数的阴谋 他们想自立 他们想称王 他们甚至在做着攻破长安的美梦 并且不懈的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他们看不起那些懦弱者 认为离开就是对祖先最彻底的背叛 西域曾经被无数的中原王朝统治过 那些中原王朝不过是一场大洪水 洪水过后露出地面的依然是石头 他们以石头自聚 潜伏下来耐心的等待着大唐这股迅猛无比的洪水 慢慢的渗进杀树 西域是他们的乐园 这些人从来都这么认为 简娘将孩子的被子椰好 举着一盏油灯 随着曲拙来到了仓库 仓库里吊着两头剥洗好的肥羊 这是明日的食材 推开一个笨重的柜子 曲拙接过简娘手里的油灯 率先走进了柜子后面的黑洞 洞里非常的干燥 也非常的干净 三口章木箱子 奇奇的摆在这里 掏出钥匙打开了第一口箱子 曲拙仔细的检查着 箱子里那些纸张的完好情况 这里面全是他亲手做的记录 有些是最神秘的传说 有些是从牧羊人那里听来的歌谣 还有一些是对一些事件的分析 敌人节之所以确定楼兰人就在附近 最大的依仗就是曲拙关于楼兰人的描述 这是一个懦弱自私的民族 他们只会像汉塔一样的藏起来 没有必死的作战决心 也没有澎湃的激情 可以让他们做出远征的决定 他们会起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围起来 想要靠时间慢慢的化解他们的危机 有了这段话 敌人节才开始有目的的一步步逼迫楼兰人出现 果然在楼兰城找不到结果之后 在挖掘太阳墓的时候 思想简单的楼兰人终于出现了 沙漠里的强盗因为有马 他们又被称之为马贼 或者是杀盗 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每当一个城邦开始兴盛起来 他们就会过来截夺 却不会毁掉城市 也不会过多的杀伤这里的居民 他们清楚的知道 没了这些羊一样的人群 他们也会被活活饿死 这是狼和羊的关系 也是天地间最质朴的一个道理 在这里被完美的遵循着 不管是羊群还是狼群 都将非常肯定这种关系 西域的城市是脆弱的 每当一个城市发展到了极致 剩下的只能是毁灭 树木被砍伐干净 土地被耕种的再也长不出粮食 这座城市的寿命也就到头了 大名鼎鼎的统万重 在贺怜勃勃的野心之下 也只兴盛了 32年便迅速的衰败了 所以在西域 一击死一击鸣 是为常事 西域的顺民将自己的妻子 送给马德一年 然后呢 再接回来继续过日子 这在汉地被认为是奇耻大辱 在这里却不然 他们平静的好像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但个人如此 城市的贵族们将自己的城池 送给马贼 收一年的税 也不算是什么大事 混乱 混乱 极度的混乱 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有序的环境 也没有人出来维持这里的秩序 只有战刀 才是决定一切工里的唯一手段 曲卓检查完了三口箱子 又小心的和尚 挂上锁 取着油灯从洞里钻出来 和姐娘一起将柜子推回原来的地方 姐娘很小心的清扫了推拉柜子产生的痕迹 夫妇二人这才回到了卧室 两个孩子依旧睡得相停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长安呢 娘的反应也该修整了 男儿该到了十字的年龄了 您总说自己的学问不好 在这个破城池里还有比您更不学的人吗 简娘帮着曲卓脱掉外衣 忧心忡忡的问 曲卓洗了手 小心的看着熟睡的两个孩子笑着说 很快了 云猴的大军已经到了北庭 等到他来到善善 就是我们随着大军离开的日子 力不续功 我这次怎么也能连跳三级 不到三十岁就官至六品相 国朝罕见的 到时候我就请命做一方的地方官 最少也该是别家 就算去不了地方 在布堂怎么也该是六品的郎中 陛下从来不会亏待有公之臣 到时候就把男儿送进玉山学堂 学上几年就会直接进入书院 曲家再也不会是奴隶人 也不会有人说曲家的屈辱往事 可惜娘命薄 见不到 夫妻二人正在说话 呼听的窗外 道路上有急促的马蹄声响起 曲卓触然一惊 一口吹灭了蜡烛 侧着耳朵 倾听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马蹄声越来越密集 片刻功夫 程主府方向就传来喊沙声 透过窗帘往外面偷看 只见程主府冒起了大火 战事进行的非常激烈 一只流石带着风声 咚的一声 钉在了窗帘上 曲卓小心的将那只剑拔了下来 借着外面的火光 观察自己手里这只剑 剑杆上刻着一只老鹰 见到这只老鹰 曲卓连忙就把 简娘和两个孩子带到了密室 再一次推开了柜子 让他们母子三人进去 自己呢 又推回柜子 小心的消除了痕迹 这才回到大厅里 等着非营族的人来敲门